全球华人华侨总部 加拿大总部 美洲总部在多伦多挂牌 大家好 尊敬的全球华人华侨总部 主席 林儿先生 副总主席 刘靖女士 强务副主席 曹文清 先生 执行主席 杨亚鹏 全球华人华侨 亚洲区办公室主任 修靖 清先生 你们好 本任 加拿大华人 唐伟真 受全球华人华侨总部的信任 并聘请为全球华人华侨 总部 执行主席 兼任加拿大 总部主席 我 非常地高兴 感到荣幸 骄傲和自豪 责任 重大 任重 道远 我今天 2023年9月7号 以全球华人华侨 美洲总部 执行主席 和加拿大总部主席的名义 宣布 全球华人华侨 美洲总部 和加拿大总部 在多伦多 正式挂牌 与此同时 宣告全球华人华侨 美洲总部 在多伦多 成立 在美洲发展 从此将开创全球华人华侨的新片江 全球华人华侨是一个民主 民间自发组织 将在全球 各地 发生发展 支持在组织 号召 发动全球 各地 组织号召 发动全球华人华侨 团结一致 互相支持和发展 我们将与当地人 永日一起 为人类的和平 和发展 做出支持的贡献 我们将通过民族文化 与国国的贸易 包括跟中国的贸易 一直是经济交流 和华人华侨 带来 民族自信自豪 和经济利益 还有很多好趣 同时也要保护 华人华侨的共同利益 不受侵犯 特别是民族利益和私有财产 行刑不可侵犯 目前世界形势 动荡不安 东西方政治与文化 发生冲突 全球华人华侨 将为世界和平 精致发挥巨大的力量 关于我本人 唐伟真 1958年 生入中国 在中国 秦江长大 受中国的教育32年 也受到西方的教育 和文化熏陶 33年 精通中世王文化 社会 精致 我是一个爱国人士 不但爱所在的国 加拿大 也是一个爱国人士 同时也爱自治的祖国 人在海外 信誓祖国 为祖国多数的贡献 有一股满向热情 和正能量 曾经得到加拿大 政府的嘉奖和社区的奖励 组组织过很多 这个公益活动 参加过两次 多伦多市长的竞选 也受到中国政府的 高度重视 成为中文 成为中文海外 联谊会 第三件理事会理事 汉伟真 发挥了桥梁和中间作用 成为 截取的华人 发桥的领袖人物之一 今天有幸得到你们的信任 和聘请 请为全球华人华侨的 美国总部执行主席 和加拿大总部主席 谢谢你们 我将竭尽全力 发动组织海外华人华侨 团体一致 奋勇前进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全球华人华侨 总部在加拿大 成立的 设立的总部 和美洲总部 在周伦多正式挂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